走路不看路的呀 没事吧 慕鸣 我怎么 能看见我自己 我是邓宇 喝了多少酒啊 你现在几年级了 高三啊 高三 那一年 你成绩优异 开始准备高考 想冲刺全国最好的美术学院 你怎么知道的 你学习好 受老师欢迎 受女生喜欢 仿佛一个人生赢家的姿态 等到高考 随便一发挥 好上一个重点大学 之后就会前途无略 可惜啊 我得告诉你一个 不幸的事实 你的生活 会在未来几年里 遗落前掌 没有前途 你就是个废物 那 你看看他俩就在谁像废物 我知道 你现在没法接受 可是 总有一天 你连一幅完整的作品都画不出来 曾经包围你的宽环 都会慢慢褪去 剩下的 就只有同情 你 工作不是挺好的吗 那我大的花展都有你负责 是挺好 同事算计我 老板打压我 现在更好 直接卷铺盖走人 没事 没事啊 都会过去了 要不 我先把你送回去吧 老板 老板 你 一点 大 你 你